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要叫困围霸才对 因为这六个喊霸 为了照顾家里的喊病儿 没有一天睡得饱 我们来看看 他们如何用摇滚走出喊病的阴霾 我们不是赖条 我们是小鸟 六个老霸加起来超过三百岁 大叔级的超龄乐团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但其实两年期 一个乐团 六个爸爸 有四个完全没有乐团经验 其实我们心里都很远远地小 我们那么老了 有可能吧 说真的呢 我吃得这么大 我台湾听着八四轮子呢 再上去一个是妈妈都 然后再回来小朋友的都 今天比他爸吹出来 吹出来 乐团界从一张白纸开始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摇滚梦 而摇滚梦的背后 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人人加油喊病儿 来 下都到了 有没有 他是一种罕见的疾病 连听都没有听过 刚开始我们真的是 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而且我有三个小朋友 都是这种问题 一 二 单一个父母亲 能接受到这个事实吗 这是真的很大的打击 不知道要怎么办 真正不知道要怎么办 这么温柔的震霸 没人能想象 他曾经是个 要求严格的胡霸 短短十年内 两个儿子相继罹患了喊病 当年责备儿子 美好一百分的老爸 现在自己卖起黏米人 一个也卖不出去 常被零分回家 他说真想把对儿子的歉疚 穿越时空 全地回去 四十四岁的那一年 知道孩子的病情后 潘霸整天和妻子抱头痛哭 最后放弃了五十岁的退休计划 照顾全身无力的女儿 光是一个抬头的动作 就学了十八年 现在女儿只要一个眼神 一个嘴角的牵动 对攀大而言 就是简单却满足的快乐 我们这种家庭 我觉得说就不能把那个 不好的心情沉淀太久 下去都要很快爬起来 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在下面 无法也是家有两个喊病儿 全台只有四个病例 无家就占了一半 落跑的念头不是没有过 那我会影响到 整个家的气酸 就要很快地转移转变 心情就要调整了 难过一下下就好 就马上要趴起来 一双儿女的生命 仿佛天天在眼前消逝 再不学着释放情绪 压力锅随时会爆开 肩膀提名 跳跳跳 主耶稣谢谢你 让雨昕 这机会可以参加考试 谢谢你 但是他这种小孩这发病的时候 是偷吃了 喜欢 没有 别说 那你放在这边有偷吗 没有 永爸则是个单亲爸爸 当时孩子四个月大 还在家户病房 妻子就抛家妻子 从此父接母职 因为他每次到学校 看到他喜欢的人 他都会去叫人家妈妈 因为他其实他心里面 很想要一个妈妈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我亏欠他的 我没有办法感觉有一个 很健全的一个家庭 这个是我最对不起他的地方 也曾经怨队 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幸好学会接受与面对 手中原本落派的鼓棒 才稳住了人生节奏 爸爸 母亲节快乐 谢谢 因为我很想进去看女人 妈妈 我可不可以换一张脸 听他这样子 我眼泪真的流下来 因为我觉得 其实那个东西 对他来说 窗坏真的蛮大 金鱼受损 喊病作祟 女儿好想换一张脸的心愿 总是让李爸心痛不已 她说人生拿到一手坏牌 直到加入乐团 没想到坏牌 也能创造奇迹 欧阳爸是六个老爸中 看起来最乐观 自有喜感的 但其实一家五口 包括妻子和孩子 有喊病 有脑麻 欧阳爸是最健康的一个 六个喊爸说 担子轻轻重 但生命不会找不到出口 只是你正在排队 既温柔又强悍的音符 就是六个喊爸 历经排队长大的出口 抬上八字灵魂的呐喊 仿佛可以带着他们 直冲上月球 即便还是要从月球 回到地球 摇吻梦之后 生活照样机难 但他们不会是落头爸爸 一路有伴 只会走得更勇敢 这六位爸爸的故事 激励许多人的心 也让大家在进入 一年的尾声时 获得更多成长 而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 当中的吉他手李爸 他的孩子是 罹患了节节性硬化症 疾病发生率是 15万分之一 照顾孩子的过程 真的相当的辛苦 但如今呢 他是逐渐走出来 乐观坚强 我们今天就很想要来问问李爸了 究竟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你们几个爸爸 会凑在一起呢 关于完育堂的这个过程 是早年那时候 在罕见疾病基金会的时候 因为我们常常 我们的孩子要送到 基金会他有所谓的画画班 音乐班 还有歌唱班 那我们就把孩子送去那边学画画 然后学唱歌 那这个过程都是妈妈会陪同去 爸爸大部分都担任司机 所以他们也就会 人孩子放下就离开了 等到下了课的时候再来接孩子 所以往往妈妈越聚越多 后来有个妈妈的合唱团也出来了 可是唯独爸爸都斗不拢 可是呢在这样一个 罕见疾病的家庭里 其实父母亲都生病的 那因为他们 他们没办法 有些妈妈还可以有姐妹套 可以互相联系 可是爸爸不行 但有一个乌爸爸 有一个乌爸爸 他觉得应该集合起来 要成立一个不落跑老爸 然后我们就这样凑起来了 把我们一个月拉进来了 就有一个不落跑老爸的康乐队 就在那边疏解压力 聊聊天吃吃东西 这样子 经过几年之后 有电影的出现 慢慢才形成困雄爸爸 在电影里面的形成 因为他们全部都是 罕见疾病那个 罕罢康乐队的成员 好的礼拜 我们看到玩团 可以说是意外 成了你们的人生出口 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音乐是如何改变了你 当你玩音乐的时候 你的心情状态是什么 真的是能够疗愈你的心吗 我觉得可以 有时候我在 我有时候在桌子面前 在写东西的时候 甚至在面对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 我实在很不想想脑筋 想放空的时候 我就转个身 我就把我的耳机戴起来 我就把我的乐器拿起来 我觉得它给我带来 某种程度的成就 比方说我把一首歌练起来以后 我就觉得那个好有成就感 那个成就太令我满足了 所以也就用这种方式 我可能会比较快乐 对对对 好 那这样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透过大家聚在一起玩音乐 对你的生活跟现在的心理状态 有什么样的帮助 大家都觉得你有改变吗 他们好像觉得我开朗多了 他们可能从某一个角度 可能有看到我的 孩子生病的关系 有可能有一部分 他们发现到 我自己所不知道那种忧愁 或者那种不愉快 但是我 我以为我都没有让别人看到这些 或许 或许有吧 我也不清楚了 可是现在比较少了吧 对对对 而且也比较愿意 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事情 以前不太愿意说到家里这一块 这个是有蛮大的改变 好的 李爸 如今你现在是否是更有力量 面对孩子的病 也能够带领家庭 及时往前走呢 我在几年前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 节节性化症协会 当时我们的前会长 当时想要卸任 他觉得他好辛苦 他是一个妈妈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 所以要拜托我们好几个爸爸 能不能出面来接这个协会 那我后来要拜托到 后来我还是答应了 我唯一最难的地方 就是要面对大众跟媒体 因为你接了协会以后 你必须要去 去开始要 要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心里就有点挣扎 但是我觉得 那是我一个人生的学习 所以我从接任会长以后 包含我常常听到一些 求助的爸爸电话 在电话的那一段哭了起来 那我就觉得自己 当时也萌生的智慧了 还可以劝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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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劝他 但是 当我在安抚跟劝他的同时 其实有一半的话 是听在我自己 所以我在这个 助人跟 助人跟疗愈的过程 我自己其实得到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 自己自我疗 疗愈的那个机会 那长时间下来我发觉 只要你想去帮别人的时候 你要放开心 去帮别人的时候 其实你也得到了帮助了 其实我 我觉得我的成长 跟我的疗愈 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 去去协助别人 稍后来带你来看 一首摇滚上乐球 这纪录片的音乐 也感动了金马奖 稍后我们带你来听听 这几个爸爸 如何用生命 补出他们的乐章 欢迎回到中天的异想世界 一首摇滚上乐球 获得了金马五十的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而这几个业余的乐团爸爸 如何打败 众多专业音乐人 获得这项殊荣 我们就先带你来听听 他们现场演唱的这一首 I love you 我们今天不是来闹场 我们也不是跑错场 我们今天是来软场 台上这些老爸 加起来三百姓赛 你会躺着你的旧纸服 想要跟进同学的脚步 有许多话 有许多话 自然而让 变成音符 戏剧电影拉开了伯母 你的剧情绝对不认输 我和生活不停地战斗 终于了解天强 其实最温柔 我会知道 爱了 我愿意为你寂寞 曾经仰望 nord 心头不知分 胯下石头 梳下石头 I love you 我已不再那样脆弱 I love you I love you 一只琴笔划住你轮廓 一笔划我忍习好久 我们的爱就算残破 也要不问世界内的角落 I love you 我愿意为你寂寞 偶尔烟火灿烂时分 泪光上瘦 I love you 我会认真地对你说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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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听到这几个爸爸的演唱了 我们也继续跟李爸继续聊聊 影片上映之后还得奖 当初预料得到吗 这个回馈是不是已经超出你的想象了 太难了 太难了 金马奖对我来讲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你想想看那么多人在参赛的 那么大咖的的人在参赛 哪会轮到我们这个初出茅庐的 这些老爸爸们 而且我们也没有专业的唱歌技术 跟所谓的乐器的技能 整个过程 后来我们才知道 我们这首歌其实是用生命谱的曲 用生命唱出来的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唱得过我们 这是我后来得到的答案 当然可能也不晓得以后 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机会了 但是我觉得我此生已经无憾了 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 当然我也觉得 既然给了我这么一个大的礼物 可能也是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不是让我白拿礼物的 一定要我做点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点事情 好 如今有没有想要再做什么样的努力 下一个阶段的计划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可以走一些 所谓的生命教育 那有时候透过生命教育的部分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演讲家 但是我可能是会一个说故事的爸爸 我可能说说我的故事 说说我的生活经历 说说我这一生所能够领悟的一些事情 给一些年轻人 或者给一些沮丧的年轻人 或者有一些爸爸妈妈 可以带给他们另外一种思维 我怎么走过来的 你们要不要去听听看 我想这个意义大过于 我们继续创作或继续去 去创海洋的音乐记这种东西 因为毕竟那个已经是年轻人的梦了 然后现在更重要的是 我应该 就我现在所负的责任 我应该做 应该负起一些社会 给我的一些期许 隐私权的部分 然后家里一些生活戏所的事情 都会被知道 或者我们全家都已经铺了光 但是在我们当时是 导演在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是一边拍 然后一边后悔 就一边拍又一边后悔 就这样子一个很矛盾的情形 只想到现在就算了 也就不再那么在意了 那后来发觉电影发酵 发觉在电影整个 看过电影的人 甚至有些病友 或者有一些家庭的家长 握着我的手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做对了 因为他们从他们的握手 跟他们脸上的表情 已经告诉我 他们得到了 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答案 他们也觉得心里开朗很多 我也专程请了一些生病的家庭 孩子家里有孩子走的 的爸爸妈妈去看 当他们拥抱我的时候 他们也知道放下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觉得 我好像做对了 而且也不优得我再退回去了 好 李宝 好 竟然回不去了 继续往前看 如果你现在有机会 再跟其他的喊病爸妈 讲一些心里话 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跟他们说 我觉得喊病的爸妈也好 还是家里有状况的爸妈也好 我想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爸妈可能也会生病 那你生病了 如果你躲在角落 或者你把自己封闭起来 你的孩子得不到任何的帮助 也没有办法让你孩子走出这样的阴霾 如果你愿意自己先走出来 也带着你孩子出来 你的孩子才会健康 你们才会全家晒到太阳 你的孩子才会来 有更多的路可以走 而且他的心灵的健康会更好 如果做父母亲的人 自私地先把自己先躲起来的话 你的孩子会跟你一样越病越重 这是我的建议 对 好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李爸 也祝你们新的一年到来 不管是家庭工作跟孩子 一切都会更加的美好完满 而同时今天也感谢您的收看 中天的异想世界 我们2014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